欢迎收看 近集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您来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 新北三重吃蒙古烤肉 20种配菜任你夹 吃到饱只要150元 以及彰化铁皮屋汤包 皮薄鲜嫩豹脂 在地人狂推的 排队美食 台北老字号江浙菜 走过一甲子岁月 桂花酒酿芝麻汤圆 是老饕的最爱 台北这一间 越式顺德国务餐厅 澳门经典的补补鲜 顺德菜这些私房料理 让人惊艳 不用出国也能够吃到 澳门必吃的巷弄美食 提到道地的江浙菜 这间位在台北市中正区的 老字号餐厅 店里的宁波小点 像是胡州送 桂花酒酿芝麻汤圆 宁波年糕 还有排骨菜饭 都是远近驰名的正店之宝 曹爱琴是老店第二代接班人 母亲临终的眼泪 让她挺身接棒 却赔上了婚姻和健康 不过她依然不愿放弃 全程的重任 只为了不让老味道消失 因为她水不能一下下太多 因为你一下下太多 她整个就会糊掉 她就没有办法打到 她的Q径会就打不出来了 一边跟我们解释者 一边仔细地观察面团的状况 这关乎着汤圆的外皮口感 就算回家接手已经七年多 洪慈青仍然战战兢兢 不敢大意 肩上背负着传承的重任 洪慈青一步一步 遵照着上一代传下来的方法 看似简单的包线 其实也藏有诀窍 刚开始学的时候包不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粉是纯糯米粉 它没有参面粉或干嘛 所以比起一般外面的汤圆 它的粉算软的 所以如果你动作握太久的时候 它就会包不起来 它就会整个弹掉 做汤圆比速度比时间 还需要耐力 讲究纯手工制作的汤圆外皮 皮薄糯香有弹性 拌过猪油的芝麻馅 预热融化成芝麻流沙 甜腻感巧妙的 被微咸的桂花汤 和发酵后带点微酸的酒酿中和 尾韵藏留着一丝桂花的香气 是内行人不能错过的独特滋味 而这碗汤圆里 包的不只是用心 还有洪慈清对妈妈的一份孝心 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是 真的缺人了 其实我不太喜欢勉强小孩子 那时候问他 我现在生病了 我缺人了 你要不要回来 那他想一想 你给我多少钱 母女俩云淡风轻的 笑说成年往事 要不要接下这间老店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抉择 曹爱琴的父亲曹国才是民波人 曾在上海知名餐厅工作 二十多岁跟着国民政府逃离来台 与太太周夏珍在台北市中正区开设餐馆 从民国四十二年开业至今 走过一甲子的岁月 不论是芝麻汤圆 胡州粽 宁波年糕等 样样讲究手工 也是远近迟名的正殿之宝 我妈生六个 其实本来我是老六 我是已经要送人的 可是我妈就结渣了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小外婆就讲 那你已经要结渣了 那最后一个你干嘛要送掉呢 那你还不如自己养 反正你已经多一个少一个没差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又被留下来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安排 当年父母亲的不忍心 把曹爱琴留在身边 多年之后 当哥哥姐姐退休移民美国时 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也让曹爱琴点头答应接手老店 他就是掉的眼泪夹 就说这个也不是说不赚钱 不是说赚很多钱 可是养家活口是一定可以的 那我先听他这样的讲也好 说不定我们下一代会要结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 对不对 那我说好 那我说我做做看 可是我没那个本事结啊 对不对 总要很多助手啊 总是有那么一批人 就是很配合 挺我就对了 但是我慢慢慢慢慢慢做到现在 香烤无锡排它就是注重于它在炖煮的地方 以及你香 处理香的手法 你要如何把香的盐分减少 而不失去香本身的鲜味 所谓香就是鱼肝 烤就是小火慢烧的意思 香烤无锡排就是将咸鱼和肉排两种香气合而为一 上桌时香味特别的诱人 另外这道红烧狮子头也是店里的超人器 我的肥瘦比例 7比3 因为这样子的比例是我们有验证过 我们也去不断地尝试过 这样的比例是最好 你吃得到热的感觉 也吃得到油的滑嫩 把湿子头的配料 鸡蛋 板豆腐 碧器等一起搅拌之后 要经过费力的摔打才会有筋性 然后放入锅中油炸 直到外表呈现金黄香酥 这道老饕碧脸的狮子头 有着满满的大白菜甜味和肉的鲜味 肉质非常软嫩细致 不会一夹就散 相当的下饭 如果排骨是不沾粉 骨头这边会比较厚 炸的时候都是骨头那边天气 把它稍微炸一下 不然的话它肉熟了 骨头可能都还没吃 家常的上海菜饭 是用炒过的青江菜和生米一起炊煮 米粒吸收了青江菜的甜味 更加的迷人 比手长大的排骨 油亮油亮的酱汁 和金黄胶色的外皮 香气在口中荡漾 让人一吃就难忘 排骨肉真的是好吃 嫩嫩又滑 然后饭也是不黏 颗粒颗粒的很好吃 吃了就知道二十几年了 吃了二十几年了 对 百吃不腻 手艺真是好 这软骨要先去掉 这软骨不能包到肉粽里 老先生咬了不得了会噎死了 做餐厅有许多的工作 相当的繁琐 年纪小曹爱琴十岁的郑昭日 却相当的体贴 所有能做的他都一手包办 他本来也就不太适合进到厨房 那当然生病以后 他手不太能用力 那这更不能碰 合得来了 我的脾气不太好 先生怎么就因为了太太 就是变化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婆 老婆不是用来疼的 不然干嘛 人生的路上有伴同行 再大的风雨也不孤单 女儿因为不舍妈妈的辛劳 也决定回家接手帮忙 我还有遇到一客人就说 天哪 你们千万要撑住我 你一定要撑住 不然的话 我就失去回台湾的意义 我想说我这么严重吗 吓死我 我想要保有一个精神 就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凝聚力的 那一个很传统跟淳朴的 那样子的精神 一家人齐心就是最大的幸福 一路上的挫折风雨 终将化为最甜美的果实 这里面 ruined 一方便 大家看吧 at 未经许的 不停 所以 仅能不能决定 从这边 在发生